鲁迅的小说级《纳喊》中收录的作品有不少与痴人有关 比如在《狂人日记》中,他以一个风子的口吻明写痴人 孔一级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也隐含着痴人的寓意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写痴人的血腥 在那个铁屋子式的年代,究竟是谁在痴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与我们一起轻轻呐喊走进真实的鲁郡 首先我们看《纳喊集》中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历史上有一些事件好像是上天安排的一样 当时你并不觉得事后去看总觉得它有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篇发龙正愧的小说 它的名字叫《狂人日记》 这个很有意思 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第一是狂人 狂人的话 第二是日记 这两个词都有特殊的意义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新文学小说就是日记 当然这不是真的日记 真的日记发表出来 那不能叫小说 你把你的日记发表了 那不叫小说 那就叫日记 用日记的形式构成的一个艺术作品 那才叫小说 这是《狂人日记》在形式上的特点 就是新文学第一篇小说出手就不同凡响 在形式上就很奇特 是个日记 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意义 这样一个镇龙发挥的小说 居然它的主人公是一个狂人 狂人就是疯子 说的很维雅叫狂人 什么叫狂人 就是一疯子 疯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疯子是不算数的 呐喊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了不起的声音 但是早期的呐喊 往往是那些被认为疯子的人所发出的 所以这个鲁迅先生他不出手则也一出手 文章惊骇那样 真是不同凡响 一出手就用一个疯子的口吻 发出了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 狂人日记的一个核心词就叫做吃人 狂人日记描写的是一个迫害防征患者的心理活动 狂人出身于封建师大夫家庭 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怖心理 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事情 而他自己正处在即将被吃掉的危险之中 半夜起来查看历史 却看见满纸都写着吃人 在狂人日记这篇小书中 究竟是谁在吃人 孔庆东先生又是如何理解鲁迅所写的吃人呢 这个狂人呢 他是疯子 在家里没事 被关在家里不许自由的出入 他在家里没事呢 就是读书 读什么书呢 读历史 鲁迅先生教给我们一个办法 当我们对现实情况判断不清楚的时候 怎么办 去读历史 过去的事情跟现在丝丝入扣的联系 世界上没有多少真正新鲜的事情 大部分事情都不止一次的发生过了 就在于你会不会读 你只要去读历史 你对现在就看着清清楚楚 当然呢 你如果像为了考试的复习学生那样去背历史 你恐怕发现不了什么东西 你必须用现在的眼光 人的眼睛去读历史 这个狂人 他读历史就读出心得来了 他说 凡事总须研究 才会明白 这狂人是个学者 在家里没事做学问研究 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就像这个毛主席说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人家在家里好好研究 并不是擅自的说些疯话 古来时常吃人 我也还记得 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 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 这是对的 人家没有歪曲 却是这么写的 所有的二十四诗都写着仁义道德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这个狂人他有失眠症 晚上不好睡觉了琢磨 看了半夜 才从字凤里看出字来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不能光看字 要从字凤里看出字来 这才是真本事 那么从字凤里看出字来 看出什么了呢 这句话我们今天都知道了 但是在当时 是像电闪雷劈一样的一句话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 这个鲁迅的语言真是有力量 就是说就好像武功高手一剑捅下去 整个的真相大白 一下子就行 我们从来都想中国历史这么好 仁义道德 仁义道德也是有的 不能否认有仁义道德 但是在字凤里 仁义道德夹杂的那个缝隙中 有吃人 这个吃人它是有多重意义的 第一 人类历史上 中国文明史上 确实有真的吃人 因为我们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一开始是吃人的 我们经常有的人说 哎呀 现在社会不好 人与人之间而遇 我这样原始社会多好 有的人想回到原始社会去 他没有想到原始社会其实是吃人的 两个部落打架 胜利的一方 把被俘虏的一方拿来吃的 都烤了算了 都吃了 而且连点佐料也不占的 就那样生吃 所以说原始社会并不那么美好 并不那么理想 后来发现 把人活活吃掉太可惜了 并不是说人道主义 良心主义 良心萌发了 他不吃了 不是 发现这人不吃更好 留着让他给我干活多好 是不是 吃了就一次性 消费这没啥意思 最好留着 男的给我种地 女的给我 那什么 这多好 所以这并不是良心发现 还是经济学原理 是经济学进步 觉得这样生产效率更高 这样我留着他 我不吃他 我就不用干活了 所以后来才不吃人 然后发现 人也并不一定比其他动物好吃 人类历史上是真实的 有吃人史的 后来我们文明了 文明的第一个标志 是不吃人了 所以后来就叫做奴隶社会 我们今天说奴隶社会不好 但是我们要知道奴隶社会是一大进步 因为不吃人了 让人给我干活了 当然人一开始不被吃了挺高兴 后来给人干活也不高兴了 还要造反 所以人类文明史 它不断的进步 可是即使到了奴隶社会以后 吃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 比如说饥荒的时候 战乱的时候 一个城市被包围的时候 我们在历史上就会经常发现 人相食 这个词历史上是常有的 还有一个词叫义子而食 这是非常残酷的 没办法把孩子吃掉 可是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吃 亲生骨肉谁舍得吃 交换 我的孩子给你吃 你的孩子给我吃 想到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残酷的 吃人的事情是始不绝书 现在在一些发生饥荒 发生战乱的地方 还是有吃人的 因为人虽然文明了 但是血液里还流淌着吃人的基因 我们看水浒传里面有人肉包子 古代有人肉包子店 所以吃人首先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存在 鲁迅作为医生出身 他也了解这个吃人的事实 但是更重要的是鲁迅把这个吃人隐身了 隐身为精神上的相吃 精神上的迫害 你把人作为奴隶 不从肉体上吃掉他 难道就不是吃人吗 这还是吃人 他虽然像猪狗一样的活着 但是他丧失了人的自由精神 所以说奴隶社会也是吃人社会 封建社会不吃人吗 也是吃人社会 人只要不自由 就是一个吃人的状态 你或者吃别人 或者被别人吃 这个鲁迅这是一大发明 发现了吃人 更重要的是发现 原来自己也不干净 自己被别人吃 自己也吃过人 这个发现使这个狂人非常内疚 原来我也是不干净的人 于是作为人有了罪恶感 人必须有罪恶感才能自信 没有罪恶感你怎么自信呢 不能自信 一个民族从来不承认自己吃过人 不承认自己侵略过其他的民族 侵略过其他的国家 那么这样的民族 他就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他不可能自信的 他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所以这个吃人就从鲁迅 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而中国人作为人的觉醒 在文学上就开始了他的第一页 鲁迅写狂人日记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端和独汉 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 但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 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 在写满人意道德的历史中 其实全部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 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借一个疯子的口来表情达意 作为第一部白话题小说 狂人日记的结构又有哪些新意呢 狂人日记啊 在结构上有一个奇妙的现象 它是新闻学中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因为现在白话写的 可是它正文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序言 小序 这个小序却是用文言写的 非常好玩 正文是狂人的口气写的狂人的日记 而前面的这个序言呢 是用作者的口吻写的 写的什么呢 写的说 我有一个朋友 兄弟两个 都是过去的中学同学 风格多年了 日前听说其中有一个病了 我就去看他 我看他的时候 知道这个病的是他的弟弟 哥哥在家 哥哥说 好不容易你来这么远来看他 他的病早都好了 病早都好了 现在已经赴某地后补已 已经到某个地方准备去当官了 这个人去当官去了 病已经好了 现在呢 是把他生病时候写的日记拿出来 给我看一看 印出正文的狂人日记 这个小序很有意思 我们看这个小序里边 这个狂人已经病好了 不狂了 不狂了怎么样呢 他又回到这个社会秩序中去 他又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好人 他去当官了 他又去吃人了 他忘了他生病的状态了 他只有在生病的状态中 他才看清了这个历史 他才要反抗 而别人呢 继续的压迫他 给他治病 他眼中看 所有的人都是要吃他的人 最后他这个病好了 这个小序啊 写出了我们现代人 活在现代生活中的一种状况 当你不正常的时候 社会上的人 或者是怀着好心 或者是怀着恶意 总要给你治病 总要把你治的跟大家一样 他们才安心 否则大家都不安心呢 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 雷锋班的一个战士 不但在部队里学雷锋 退伍之后 到单位上 到地方上 继续学雷锋做好事 他周围的人 包括他的家人 都认为他有精神病 就强迫的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个战士非常痛苦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不正常 因为他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 你怎么还学雷锋 还到处做好事呢 自己的钱给别人呢 就是不许他出院 最后怎么才出院呢 一次一次考察 发现他正常了 再也不做好事了 认为他的病好了 所以他回到了正常的社会中 被我们的社会给接纳了 否则你就是有病的人 狂人纪这个结构上的对比 是更加深刻的 它说明狂人并不是胜利者 狂人并没有胜利 狂人最后是失败了 不但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呐喊是失败的 连自己都失败了 自己又变成旧的人 只有发狂的时候才能说出真理 这一点是更加沉痛 所以这个狂人日记啊 它的结构非常奥妙 非常奥妙 是这个读不完的 鲁迅的狂人日记 揭露了封建礼教 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痴人本质 被誉为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 在小说集《呐喊》中 排在狂人日记之后的 就是小说孔一集 那么鲁迅写孔一集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孔一集这篇小说 是鲁迅自己最满意的小说 你如果让他说 你自己最喜欢自己哪篇作品 他不说狂人日记 也不说RQ正传 他最喜欢孔一集 为什么写的最喜欢孔一集呢 因为这篇小说写的 非常冷静 客观 狂人日记是不冷静的 我们可以读出狂人日记 那一腔奔腾的热血 要呐喊的声音 吃人 剑拔弩张 而孔一集写的非常冷静 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他写的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被吃的悲剧 孔一集讲述了一个 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惨遭遇 主人公孔一集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 除了满口知乎者也之外 一无所能 穷困潦倒 却自命不凡的孔一集 成了人们的笑料 为生活所迫 他偶尔做些小偷小借的事 终于被打断了腿 在生活的折磨下 默默死去 在小说孔一集中 鲁迅是以什么样的视角 来描写这个落魄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故事中 谁又是吃人的真凶呢 孔一集是一个可笑的人 是吧 我们读孔一集会笑 但是我们笑了之后 不会恨他 恼他 讨厌他 我们会同情他 孔一集的悲剧是怎么来的 孔一集是一个被吃者 是被一套制度 被一套游戏规则给吃掉 具体的说 是被走到末端的 走到末路的科举制度给吃掉 科举制度本来是一套非常好的 选拔人才的这样一套制度 在他的初期 他是极有生命力的 因为在科举制度之前 是门阀制度 是用出身来决定人的升迁 你爸爸是大官 你就可以当大官 用这种出身世袭制 不考试 所以科举制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 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大进步 也正是因为有了科举制 中国的封建社会才进入了他的强盛期 通过考试来选拔 不管你原来出身是什么 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早晨你还种地呢 晚上你种了 你就去当官 华的青年 提供了人生的希望 大家都奋发有为 但是任何一套体制 它都有消耗殆尽的时候 后来这套体制就僵化 很多人就日夜背那些八股文 其实没有真正的本事 没有真正的思想 最后就变成孔一己这种 不了解社会 不了解时代 就钻研回字有四种写法 变成这样一种知识分子 所以这样的知识分子于事无补 他觉得自己很有学问 可能也算一个学问 但是这个学问跟别人没有关系 跟时代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知识分子 有很多学者 在津津自得炫耀自己的回字有四种写法的学问 那是学问 但是这个不需骄傲 人人都有自己的棘手绝活 你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 他知道某个字有八种写法 这个知识如果不能跟社会前进挂起勾来 那你就是一个立地的输出 没有用 而孔一己的悲剧 很妙的是呢 小说本身并没有对他加以评论 没有抒情 从来没有说 孔一己啊 多可怜啊 没有这样 孔一己啊 封建社会的牺牲者啊 没有 非常冷静 客观的就写 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冷静 是因为小说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孔一己的故事是由谁来讲的呢 主人公我主人公我是酒店的一个小伙计 通过一个小伙计的眼睛来看孔一己 看孔一己啊 在众人的大笑声中啊 那种尴尬啊 他是唯一的穿着长衫 却站着喝酒的人啊 就把他的身份写得非常准确啊 穿着长衫是知识分子 但是呢 他不能都坐到里边去喝酒 因为他没有钱 他很穷啊 不知哪弄来几个钱啊 还很有气派的排除酒闻大千啊 他是唯一的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人 通过这一个小孩子的视角 就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冷漠 孔一己活着 大家是嘲笑他 他给大家带来的是欢笑 这个欢笑的不是幽默的欢笑 是用他自己的尊严换来的 孔一己自己活在屈辱中 小说中写得很好 孔一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可是孔一己不来的时候 大家便也这么过 没有人关心他 他的命运 他的痛苦 他的生死都没有人关心 只有一个人关心他是酒店的老板关心他 为什么关心他 因为他还欠着酒钱没还呢 想的是自己的那个钱 所以一到八月十五就在黑板上写 孔一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好久没来了 所以大家判断孔一己是死了 最后写孔一己大约的确死了 不知道他确实死没有 孔一己的悲惨境灵造就了他的渔腐可怜可悲 所以说孔一己的生与死是科举制度决定的 这个制度的腐朽本性已经深入孔一己的灵魂深处 那么孔一己是怎样在前一幕话中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呢 狂人日记是一个抽象的总体上的吃人的总论 孔一己下面是具体的讲怎么样吃人 首先这个写了一个知识分子被吞噬的悲剧 在时代的转换时期 在时代的衰败时期 有一批知识分子首先就被牺牲掉了 像孔一己这样的人 他不能及时的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自己也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 他也是晚清的人 参加过科举考试 但是最后他走向了新文化 他去学习了新知识 在他学新知识的时候 被认为是走投无路 被认为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 他在日本把辫子剪掉了 回到中国之后没有办法 到街上买了一条假辫子装上 所以他走在路上别人都指指点点 说看辫子假的 然后说这是假洋鬼子 就是以每一个时代转换时期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他有的时候是进退两难 而像孔一己这样的人 就完全被旧的时代给吞噬了 小说孔一己 而是处于生存的危机 受尽欺凌的阿Q 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 自欺欺人 辛亥革命的消息 刺激了他改变生存地位的欲望 他向往革命 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 并且勾结官府 把他冲作革命党 拉向了法场降低 而阿Q对自己的悲剧 致死不误 实质精致 阿Q的口头禅 仍然会被我们周围的人 拿来调侃一下 值得玩味的是 当时鲁迅笔下的阿Q 有原型吗 这个阿Q 到底写的是谁呢 鲁迅的代表作 阿Q正传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没有读过的原文的人 也知道阿Q是怎么回事 因为阿Q从鲁迅写出这个名字之后 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日常用语 已经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 成为形容词 我们说某人很阿Q 这阿Q了 成了一个日常用语 所以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 最重要的小说 是鲁迅的代表作 但是这篇代表作的产生过程 却是很通俗的 当时有一个报纸 上面有一个开心话专栏 就是请鲁迅写一点滑稽的作品 滑稽幽默的 而且是连载的 所以这个小说的连载方式 问世方式 很像通俗小说 跟张恨水 金庸差不多的 本来是要 目的是要逗人们开心 所以你看这个小说 开始写的很好玩 调侃 调侃很多文化现象 可是读者会发现 写着写着越来越不开心 越写越沉重 于是这个小说连载了不多久 这个社会上就被惊动了 大家就猜 这阿Q是谁啊 很多人都疑心 阿Q写的是我 很多人都认为阿Q写的是自己 然后就去想 到底谁跟我有仇啊 就去找那个跟他有仇的人 因为当时鲁迅用的笔名是巴人 大家就想着巴人 估计是一个四川人 很多人都去在四川人里面找仇敌 就因为这个阿Q太典型了 很多人都疑心写的是自己 鲁迅后来说 我很悲愤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下列 没有那么下作 用小说来攻击自己的这个私敌 他说我不会那么做的 那么这么多人 怀疑写的是自己 恰恰说明 他写出了一个普遍性 我们在很长时间内 我们都认为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典型 那么现在看来呢 他不仅是中国人的典型 也是整个人类病态精神的一个典型 我以前给那个留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是说阿Q写出了我们中国国民性的典型 但是很多留学生同学说不 说孔老师 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人 我们也是这样的人 后来我发现日本的 韩国的 美国的 欧洲的 很多学生都说他们国家也有阿Q 那么这个时候我慢慢的 我也认同了另外一种学术观点 说阿Q不仅仅是中国的 他是世界的 因为这个精神胜利法 是很人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人的精神不太强大的时候 我们遇到挫折 自己无可奈何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总不能自杀吧 只要找一些东西来宽慰自己 现在我们的这个有很多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给那些精神胜利法不太强大的人工作的 告诉你没事 你这个不就是考试考了第50名吗 没事 我当年考第70 他就给你宽慰一下 那总不能让你自杀 但是鲁迅写的这个阿Q的这个精神胜利 他同时对应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的一部屈辱史 为什么我们说他主要还是写中国人的呢 是因为他对应着中国近代以来的一部屈辱史 我们近代以来连续的战败 这个国家内忧外患 但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不知道反省 总是像阿Q说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一样 自己被人家欺负了 总是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 但是呢 不以为耻 比如说那个鸦片战争 签订南京条约 人家认为你是投降了 来签订这个投降协约的 但是我们的大臣说不 我们没有失败 我们皇上说了 这叫赐和 赐给你和平 我们不打了 我们中国有的是地儿 你不就是割一香港吗 给你 玩去吧 这就是阿Q 这就是阿Q心理 就是鲁迅就是用阿Q这个典型 写出了这一部不知耻的屈辱史 如果你总是这么不知耻 那你全国就会都被人家一块一块的割完了 你不知反抗 阿Q就是这样 不知反抗 你说你是我本家 太爷 你这混蛋 你姓赵吗 你配姓赵 你敢姓赵 不计息怒 今天是大喜之日 不必跟这种人生气 还不快滚 滚 滚 快滚 轻轻 这个世界太不像话 儿子打老子 给儿子打了 还有 更不应该的一点 是他受了屈辱之后 向更弱的人发现 阿Q被别人打了 他打不过人家 怎么办呢 他去欺负那个小尼姑 小尼姑是地位最低下的人 他去欺负小尼姑 欺负小尼姑 怎么欺负 就是去摸人家的头皮 妈妈 给我来点白纱线 怪不得我今天晦气 原来是碰上了你 快来看来 小尼姑下山来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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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 有人等你呢 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 别人能动 我动不得 阿贵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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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他自己受了屈辱 然后再去侮辱别人 所以阿Q一面是自卑自怜 另一面又自高自大 他在自高自大和自卑自怜 在两个这个一高一低的这个风肩和风骨肩来回的这个跌宕 啊 所以他的心理是不正常的 阿Q非常穷 穷的只剩下一条妇女 甚至连姓名都没有 但是 他的可悲 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 而在于 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 他被压在生活的最底侧 什么人都能欺负他 可他 却并不在乎 好像还很容易 这里的关键 是他有一套独特的精神胜利法 分明挨了别人的胆 他却想 这是儿子打老子 分明是别人 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 他却在愤怒之中 轮起巴掌 打自己的耳光 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 就是受了再厉害的击灵 他都能依靠 类似这样的方法 转败为胜 最后 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这都是精神胜利法 在鲁迅心目中 阿Q正是无数 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Q的精神胜利法 是被压迫者身上 最不可救药的 一种精神病态 这种人 同样会走极端 要么废吃 要么去吃人 阿Q身上也潜藏着可怕的血腥味 对于阿Q这种 只有两面性的人 孔庆东先生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可是阿Q正书还写出另一面 即使阿Q这样的人 他也有革命的要求 正因为他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一旦 有革命运动起来 阿Q是可以革命的 他不是革命的发动者 但是他可以是革命的参与者 革命如果能够把阿Q这样的人也团结过来 那么革命会增加力量 但是阿Q的革命是有问题的 阿Q心里有革命愿望 因为革命会给他带来好处 我写过一篇文章就叫阿Q的革命 就论出阿Q革命有什么问题 第一方面鲁勋认为像阿Q这样的人需要革命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阿Q的命运 包括他的精神状态 他的麻木 他的自卑 可是小说里有两节 专门写阿Q革命的问题 阿Q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 我们通过阿Q的梦就知道 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抢夺财物 那一段写的非常好笑 他革命就想 来了一对白亏白假的革命党 他想的革命还是古代的 那个白亏白假 拿着三尖两刃刀 然后走到他的门口 说阿Q从去 于是从去 他就跟一伙土匪一样去了 阿贵 造反了 走 跟我们一块造反去 别离 阿贵 快走 走 你走 你走 赵白姨 走 去之后干什么呢 就把他平时建到的村里那些富裕人家的东西 都搬到他的住所来 搬到屠古词来 什么谁家的床 谁家的桌子 谁家的什么 都搬来 这是阿Q革命的第一个目的 别吵 别吵 别讲点规矩 我们都是革命党了嘛 来啊 把这东西冲突给我搬到屠古词去 是的 走吧 走吧 这 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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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什么 有什么 我喜欢谁 就是谁 第二个目的就是女人 因为阿Q他这个除了精神上极度贫穷之外 在这个情感世界上也极度贫困 所以他想的第二个就是女人 把他平常见到的女人挨个想了一遍 谁有什么什么缺点 这个假洋鬼子的这个老婆怎么怎么样 谁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样 最后都否定了一番 他心还挺高 还都看不上 心挺高 就是他这个唯一看上的一个叫吴妈 这个吴妈也是受封建关键 这个毒害很深的 这个这个阿Q刚向他求爱 这个吴妈就要跳井了 吴妈 嗯 我和你睡觉 我和你睡觉 所以这个阿Q这方面是很惨的 我们看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抢夺财物 抢夺女人 第二个问题 阿Q革命的对象是谁 阿Q革命的对象是他的阶级兄弟 他并不能认识是谁造成了他命运的不好 他一想革命之后要报仇啊 报什么仇呢 就平时打他的人 平时打他的是和他同样这个生活水平的阶级兄弟 什么小弟啊 什么王胡啊 要杀人家 还要支持人家去干活 让人家搬桌子 说搬得不快打嘴巴 就把他心里那个那个潜意识都写出来了 所以说阿Q的革命思想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首先阿Q的革命愿望我们要肯定 但是他要真革命了 是非常值得担忧的 因为他革命就是一种强盗式的革命 不讲道理的革命 而鲁迅的这个预言啊 是非常准确的 非常深刻的 不但鲁迅总结了以前革命失败的原因 以后革命中出现的很多问题 也都被阿Q正传所预言了 为什么以后我们共产党 这个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中 一旦要强调什么三大纪律啊 八项主义啊 一定要强调这个革命的目的啊 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和旧式军队的最大区别在哪 就在于思想教育 总是反复的像战士们讲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住到老百姓家里 要帮人家挑水扫院子 啊 为什么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啊 这些思想不是说毛主席一个人就 关在屋里想出来的 啊 他是有一个发展史 所以这支军队才成为这个 呃 掌握不胜的军队 他首先他是强大的思想武器 也正是因为这样 阿Q式的革命 他注定是要失败 所以阿Q正传 他的这个思想意义是无穷的啊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 从精神胜利的角度来看啊 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来看 都可以给我们啊 这个无穷的启发 通过孔庆东先生对呐喊中三部作品的分析 让我们了解到鲁骏的伟大之处在于真真切切看清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 看清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 以及民众的冷漠与麻木 那么对于呐喊这部小说集 孔庆东先生又是怎样来总结和评价的呢 我们看这个呐喊里一开始有15篇作品 有10篇以上都成了著名的作品 都成了名篇啊 就是如果说主打歌的话是这么多啊 为什么传送不绝的 他的含金量是何其高啊 所以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大家 他一出手水平就这么高啊 就是有很多篇作品是世界水平 所以北京大学的闫家延先生有一个论断 他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 并且在鲁迅手中成熟 所以鲁迅是非常了不起 一出手就写了这么高水平的这个小说 这是从小说意义上来看 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 从思想意义上来说呢 因为有了鲁迅这本沉重的呐喊 中国的文化出现了真正的曙光 好那好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鲁迅在他短暂的55年人生中身陷重重包围 对敌人他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 对群众他为什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枪林弹雨的洗礼中 他为什么要采取横战的姿态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敬东 走进鲁迅 解读深陷重围的鲁迅 IC字幕副教授孔敬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